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节依旧清晰可见在昨天的发布会上 有一个细节十分让我惊讶 那就是荣耀V20可以拍清合影中的每一个人 甚至经过两次放大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可见4800万像素的摄像头 足以帮助荣耀V20称霸手机摄影领域 荣耀V20在合影中找到清晰的你今天中午 荣耀总裁赵明在微博放出使用荣耀V20拍摄的圣诞树 将照片放大来看 圣诞树上面的玩偶造型各亦可见 4800万AI超清摄影的确十分强大 圣诞树上面的玩偶清晰可见 如果将荣耀V20与其他手机相比情况会怎么样呢 来看这组与ifnext max 对比的结果将两张照片放大至相同大小后 我们不难看出荣耀V20拍摄的照片 在细节方面要远胜于ifnext max 就算是细小的文字 依然清晰可见 ifnext max 所对比荣耀V20又大自然的自然之美 往往展现在细节层面 得益于荣耀V20的4800万像素摄像头 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关注照片的细节 比如这张蝴蝶的样张 将照片放大在放大里 就会发现一个全新的微观世界 用了荣耀V20 进享大自然之美荣耀V20样张蝴蝶样张细节 接下来的一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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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